好 來關心 賴清德總統呢 來聽取行政院報告 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那麼在這個部分 歲數3兆1534億元 歲數3兆1325億元 都創下新高 在這個部分呢 來看到當中社會福利 教科文 經濟發展 國防預算 賴清德就說了整體的預算 在這個部分 109年以來首次便利剩餘 還債金額1415億 這是24年來最高 好 顯示出呢 他說這個政府提升了財政任性 還落實了財政健全 有決心提升自我的防衛能力 跟民主夥伴加強合作 確保和平與繁榮 好 但是呢 要來看到了 在這個部分 他自誇還債更多 在這個政大財政系的主任 陳國良就說了 8年來政府歲出的預算 1.9兆 擴張到破了3兆 擴張的速度讓人擔心 而另外呢 編列還債預算 這是一個法定的義務 還債比率還連6%不到 居然還敢來說 遵守財政紀律 這只是騙不懂法規的人 根本又是一個大內宣 好 在公共債務法規 應該呢 是五到百分之六 明年度還債比率 大約只有百分之五左右 好 還債大內宣 難道都是假嗎 當中事實上還有細節藏在裡頭的 那麼現在看到 明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已經是瞅邊完成了 在國防的部分 國防整體的預算高達 六千四百七十億 這可是又創下了新高 現在也讓藍尾門狂酸 川普才說要台灣來交保護費 民黨政府馬上就把這個 國防預算拉高到破了紀錄 專家說 當時呢 當初跟美國買了不少的武器 這個錢都已經付出去了 但是還沒交貨 現在又要砸大錢買軍購嗎 好 在這個今年度打炸 大根治水的預算也飆高 但是在黨就質疑了 不斷的大撒幣 但是大家看到成效到底在哪裡 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籌編完全國防總體預算大曝光 包括基金和特別預算 加起來達到六千四百七十億 再創新高 選舉大撒幣 花錢也沒有任何節制 今年短處高達四千九百零五億 再也對中央財政憂心忡忡 炮轟難道川普才說要台灣 繳保護費 民進黨政府就掏錢 把國防預算拉高到破紀錄 網友嘲諷是不是怕美國爸爸不開心 要政府花大把公帑拆購錢 要不要先看看 哪些已經買的美國軍購 還沒交貨 報紙國防預算超高 打炸經費也比今年度增加四點八倍 治水預算因應凱米颱風災情 再追加一百一十五億變成五百五十一億 比今年還多了一百五十七億 整體公共建設計畫預算 包括總預算 前瞻和基金預算 達到六千四百七十一億 一副只要錢花得多啊 就感覺好像有在做事啊 一直成立打炸辦公室 錢一直編 一直編 可是阻炸的金額 卻低於我們政府編的打炸的預算 治水是一樣啊 只要一遇到風災 還是一樣淹水 在野黨質疑 民進黨執政下 不斷大撒幣 要阻炸治水又要買美國添加武器 百姓就想為了花了那麼多人民血汗錢 成效到底在哪裡 記者 莊成良 曹天涵 採訪不到 好 現在整體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因應颱風災情 這治水的預算提高 調整增加百分四十點四 不過這樣的一個預算調整 國民黨立委洪門凱就質疑說 當時前瞻花了八千億 到底有沒有對症下藥呢 更何況還要面臨到電價水價調整 另外林斯敏也說錯誤的政策 結果依舊是人民買單 過去前瞻計畫 其實已經編列了超過千億的治水費用 現在如今又要再編列超過40%的治水 我們更要問的是 政府到底有沒有對症下藥 還是每一次都是頭痛一頭腳 痛一腳 沒有找出真正淹水的原因 如果說持續都是做這種反覆無用的工程的話 當然會持續的淹水 過去高雄市韓國瑜擔任市長的時候 就有發現 20年來地下水道的這一些相關的排水 都沒有做一個雜物的清除 也因此當然會造成持續的堆積 而大水一來之後就沒有辦法宣洩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於是能不能對症下藥 能不能找出真正的一個問題點在哪邊 而不是只是反覆的消化預算或是編列預算 治水當然要做 但是我們更要求的是民進黨政府 應該要找出淹水的根本原因 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 這才是治標治本的解決方式 不管是電價或者水費 這個都是民生必需的 那政府應該站在以服務我們的民眾的立場的角度來考量 讓我們的民生用水 讓我們的這個電力電價 能夠更接近我們人民的一個能夠負荷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無限制的無限期的講說 因為台電虧損 政府能源政策錯誤所再生的台電虧損 或者自來水公司一直虧損 這些都要人民來買單 我想這不是一個 這個大有為政府應該要有的一個作為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